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地自豪 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为了彰显自己的幸运和能力 他会在与朋友聚会时故意提起 喜欢拿自己的收入和朋友来做比较 这类型的谈话总是让聚会在尴尬的气氛下结束 即使朋友私底下劝导他 提醒他这样的坏习惯是不可取的 但是他不但没有反思检讨 还把矛头指向朋友 他认为是朋友格局思维小 无法接受他人的批评 从而也断定了这些朋友是不能深交的损友 而他身边周遭的几个朋友 也因此对他感到反感 决定下一次的聚会不再邀约他了 也不再与他保持联络 在小美工作的前几个月里 上司对他的工作表现很赞赏 而且非常欣赏他的设计作品 这样的赞赏对小美来说 更是加快了他自我膨胀的速度 这一天同事向他请教设计方案 小美听说上司很欣赏你的设计 我的设计被上司拒绝了很多次 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小美听了嘴角微微扬起 然后就说道 给我看看你的方案 他看了一眼后一脸不屑的说 这样的设计难怪会被上司拒绝 连我看了也觉得不好看 同事连忙请教问道 那要如何改进呢 上司建议我要多加一点创意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这时小美就嘲笑道 这样的话那就多看一点书啊 你那么不讲劲 难怪设计那么差 我很忙的 别打扰我了 你自己去反省吧 同事听了以后就非常难过的离开了 同时你的其他同事也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即使对他嚣张的态度感到不满 但他现在是公司里面上司最喜欢的设计师 因此也不敢去招惹他 在与之前的朋友断了联系以后 小美在外交了一群新的朋友 有了这一班朋友 小美下班的生活可是有趣多了 他们喜欢逛名牌店 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商场去学拼 晚上到附近的酒吧去聊天喝酒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也喜欢在社交网上发布自己今天买的最新款包包 与新朋友喝的下午茶 去旅行的国家等等 当他看到网友们对他的照片点赞 就会感到非常的满足和被认可 这同时也加剧了他疯狂消费的行为 就为了得到更多的战术 也因为这样 小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月光族 每个月一领到薪水 马上就被朋友邀约去矿街喝下午茶 路不复出的生活消费 使他动用了多年的存款 他的夜生活也为白天的工作带来了伤害 由于经常大半夜才回到家 造成他上班时无法集中精神 更不用说要提出好的设计方案了 渐渐的 他的设计越来越草率 而且还经常语气成交 拖延了公司的进度 小美 这一个设计方案你已经更改了很多次 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 我对你最近的工作表现感到非常的失望 老板翻阅着他的设计草稿 一边说到 小美默不作声 但他的心里却是不断的责备上司 他认为上司在故意的为难自己 明明自己成交的设计都是很用心的 而且这一份报告应该在上一个星期完成的 你却拖到了今天才给我检查 你回去把报告和草稿再改一改 去向其他的同事请教 明天再给我看吧 好的老板 虽然嘴你这样说 但是小美心里早有一百个不满 他怎么可能会去向比自己差的人请教呢 为了重新获取上司的信任 挽救自己在公司的形象 他答应自己要在晚上把工作给做好 就在那一个晚上 正当他要加班赶工的时候 他的朋友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小美你现在在哪里啊 电话你的朋友问道 我在家有什么事吗 为了在朋友圈里面有面子 让别人觉得他并不是整天工作加班 没有效率的人 他假装无所事事的在家 那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我好闷啊 朋友提出了邀约 但是我今晚要休息也有点不舒服啊 小美尝试推迟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样很不够义气耶 我难得约你 你竟然拒绝了我 下次不要邀约你了 嗯 那那那好吧 你想要去哪里呢 就这样 为了不失去朋友 小美只好答应朋友出去玩 原本的计划被打乱了 他的心底感觉不好受 但是还是安慰着自己说 这些工作等到明天早上 再去公司做也是一样的 就在隔天 他不仅睡迟了 昨天交代的工作也没有完成 就在他匆匆忙忙的赶到公司时 上司就说到要见他一面 小美 我观察了你一阵子 觉得你的工作表现 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水准 总是不达标 对不起老板 我下一次会改过的 这几个月 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因为和同事发生了不合 影响了我的心情 昨天我交给你的工作 我做好了吗 对不起老板 还没有 小美低头的回答道 你明天开始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给了你很多次的机会 但是你还是没有改过 你今天收拾一下你的东西吧 上司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碍于面子的小美也不敢反驳 只好硬着头皮收拾好东西 离开了公司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被公司解雇的一天 事情都发生的太突然了 但这一个时候 她仍然没有反省检讨 她觉得是有人在背后 破坏她的名誉 导致上司对她失去了信任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的 失去工作的几个月里 小美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她失去了自信心 认为被解雇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其他公司看了她的履率表 也可能不会接受她自己的 但她也失去了 唯一的工作收入 继续快花完的同时 之前疯狂购买奢食品的消费习惯 也为她累积了不少的信用卡债 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心想着 可能过几天就会有工作机会上门了 再等等吧 然而日复一日 她始终等不到上门的工作机会 这天小美出外买面包的时候 遇到了以前的好朋友 小叶 自从上次因为自己出言不逊 导致聚会不欢而善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当年小叶在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小叶曾经在背后谈论她 拿她来和自己比较 但眼前的小叶 看见了小美反而不计前嫌 还大方主动的向前去与小美交谈 而且还邀约了她一同吃午饭叙旧 小叶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仅荣光焕发的样子 穿着和谈吐也变得更有气质了 眼前的这一幕 不仅让小美感到非常的自卑羞愧 以前看不起的朋友 有着那么大的蜕变 而自己现在却成为了无业无名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小叶看出了小美的心事 便问道 你最近还好吗 嗯 特别的常规 其实我失去了工作 小美因着头皮说 啊 为什么啊 小叶听了非常的惊讶 小美只好将所有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诉小叶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小叶介绍了小美阅读一本书 因为正是这一本书 改变了小叶自己的命运 改变了自己原有浑浑吞吞 毫无方向 毫无自信的生活 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小美回到家后 还是把这本书给读完了 看完了这本书后 他开始回顾自己以往的行为 和生活作息 做出了自我检讨 首先他发现 原来自己以前一直过着 无意识的生活 就像很多人一样 从来都没有检讨过 自己每天的行为和习惯 他不清楚自己在公司里的价值 和岗位 也没有想过要进步 而导致自己停留在原点 同时仗着上司给他的赞赏 觉得自己很有天赋 不需要再学习了 更糟糕的是 为了迎合朋友冲动消费 没有想过学习理财 而使自己最后落魄成为了月光族 此外 小美还发现了自己 经常陷入被动思维的陷阱中 失业了就在家 等待工作机会找上门 设计方案被拒绝了 就认为他人有意为难自己 朋友的好意提醒 也被他冠上了恶意挑剖的罪名 他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他认为是他人的错误 最后小美原本答应自己要当晚完成报告 不料在接到朋友的电话邀约后 就忘了先前对自己的承诺 从而失去了个人的诚信 换来的代价就是失去工作的痛苦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时刻保持生活意识后 这次小美下定决心要改过 这时的她意识到 如果继续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 而不是自我负责 做出改变和采取行动 那生活将会继续糟糕下去的 于是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把计划一一的罗列出来 首先他列出了短期和长期想要达成的目标 短期目标包括了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而长期的目标则包括了和朋友维持关系 学习理财增加存款 接着他也举列了几项 可以帮助他完成目标的方法 例如设计并到处投放履率表 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不说出恶意的话伤害朋友 每天坚持阅读和工作相关的文章和书籍 提升自己的社会竞争力 此外为了建立个人诚信 小美找出了自己先前无法遵循计划的理由 于是她也把想要改掉的坏习惯罗列出来 并采取递减式的方式改掉坏习惯 使用递增式的方法培养好习惯 例如记录每月消费 慢慢减少开销增加存款 或是慢慢增加税前阅读的时间 减少浏览社交媒体的时长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番努力后 小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即使这一次任职的公司是一间小公司 薪水也不比以前高 但她已经清楚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并且不断地提升自己朝着目标前进 她相信只要持续进步坚持好的价值观 总有一天也能够取得成就来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好奇 到底是什么书让小美的生活 产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这本书就叫做 《自尊的六大支柱》 书的内容分享了提升自尊感的六大实践方式 而小美就利用了其中的几个实践方法改变生活 重新获得了人生掌控权 如果你也想像小美一样通过阅读改变人生 那就加入好业的超级说书线上课吧 在里面就收录了《自尊的六大支柱》 这本书的深度解读 让我们替你筛选好书 概括重点 制成动画 让你用十多分钟的时间 以轻松易懂的方式看完一本书 里面还配有书摘笔记和行动指南 让你可以学以致用 最大化你的社会竞争力 马上就点击下方链接 了解详情吧 谢谢大家观赏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 哦对了 也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